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美聯物議 阿Ken 今天帶大家來到九龍的嘉林邊島 講到嘉林邊島 是1932年2月19日 是獲罕獻命名的 是以蘇格蘭的地名命名 全場大概有488米 連接著太子道 界限街 崖前衛道 書院道 和東保亭道 沿途的建築是以低密道的住宅為主 今天帶大家參觀的就是我身後面的浦城閣 事不宜遲 立即為大家介紹 浩城閣屬於單棟物業 坐落於嘉林邊島37號 全棟有6層 每層4火 總共有24個單位 在1991年入火 小學屬於419龍狂下網 蜜月靠近東保亭道 環境都幾清淨 至於交通方面 附近有多條巴士和小巴士來往港九新界 除了近有港鐵的樂富站之外 接下來也有屯馬線的宋王台站 交通更加四通八達 5至10分鐘的生活圈 紋身配套樣樣齊 有商場 要街市就有街市 新鮮食材 簡單烹調帶給我們健康的生活模式 要食肆有食肆 除了有東南亞美食之外 還可以品嘗到各式各樣的中西美食 超市都當然不少得 附近亦有多間銀行 能夠滿足你個人的利財需要 如果想找個休閒的好去處 有得 因為落一條街近九龍城廣場的聯合道 就有個入口通去九龍寨城公園 和賈兵特道公園 公園的面積想再大些 那就要上來二文米時道 有佔地11.66公頃的九龍仔公園 旅頭的運動設施包羅萬有 晚上在公園散連步 再走回去福老村 還可以吃碗糖水當宵夜 屋園每層四伙 分為前後座 分有A至D室 原裝的間隔是清一色 屬三房一套聯工人套房 每戶實用的面積大致相同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是 一個後座C室的單位 實用面積是1065呎 進屋左手邊就是除房的位置 地方闊落 選用了U型的設計 但仍然可保持足夠的空間 就算多一兩個人進來幫忙下廚 都不成問題 不會說有迫劫的感覺 工人姐姐說 歡迎我們進來參觀私人空間 由廚房出來黑飯廳 建裝修以兩百簡藥為主 地方寬敞 不需要太花心思 就可以隨意擺放大型的家具 加上燈槽的設計 能夠提高室內空間感之餘 柔和的乾線 更加令家居增添了一份和諧的氣氛 每次採用企肝鳴槍設計 整潔乾晚 進來第一間睡房 現場方形報告 除了一個入場大衣櫃之外 還有足夠的空間 擺放一組的書櫃 來到第二間睡房了 試擠實用 沒有窗台位 去下地玻璃窗 看出家臨邊 視野開陽 最後我帶大家參觀主人客房了 主人的浴室門 原裝在洗面盤的那邊 現在就改為房門的左手邊 這種設計有其優點 第一,睡床就不用對正浴室門 第二,多了一幅牆 可以掛下裝飾品 又或者在下面放置梳妝桌 那麼大家的主人套房 在中間的位置放上雙人大床之後 三邊下床當然沒有難度 剛才和大家介紹的單位 是會議連車位放售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親自過來參觀的話 歡迎打電話 或者WhatsApp我阿Ken 我的手提電話是9136-3993 多謝大家 下集再見 拜拜